好 這裡是原來是這樣子的頻道 我今天在路邊有看到一顆 好大顆的蚊心 這個應該是給天陽的蚊心吧 上面是沒有遮影 它種在那種大樹下面 可是它上面充滿了疾病 有沒有 但是還是各個側牙長得還不錯 你可以看它除了中心點這個地方 長得不是很好之外 其實它長得還OK 蚊心是一種非常喜歡熱的 熱帶環境的一種難化 你看它上面還比較開花 所以它非常適合這種熱帶型的環境 雖然它長滿了病斑 這個都是病 但是它看起來還是長得非常的漂亮 整個葉子整個形態長得非常的不錯 看起來花梗也來了三四梗 當然如果這有噴藥的話 應該會長得更好一些些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那個中心軸心 文心它有一種特殊的長法 它是長側牙 有點像類似側牙這樣長出來 所以你看它是這樣長側牙側牙側牙出來 那文心跟 我覺得它的環境 喜歡 喜歡熱 喜歡濕 喜歡濕 喜歡熱跟濕的環境 但是太潮濕的狀況下 它很容易得軟腐病 這個要注意 我文心種的不多 只有種幾顆而已 這種比較偏向原種型的文心的時候 記得它很怕悶 很悶 一悶就很容易得病 尤其是如果你在室內很不通風的環境下 非常容易得奇奇怪怪的疾病 我們看一下它的葉子整個都是病斑 這種都是 還有戒殼蟲 你看這還有戒殼蟲 但是它還是生命力強大的活得很好 所以其實你看這種原生種的文心蘭 它非常耐疾病 非常耐汗 因為通常在這種樹上的文心蘭 通常會非常的乾燥的環境下 可能會長得不是這麼好 可是你可以看它整體環境長下來還不錯 非常漂亮 那雖然這個病斑 這種就是有那種細菌性或是真菌性咬 通常這種痛 通常一點一點都是病蟲害去咬 咬了以後呢 真菌或細菌在蟲裡頭滲進去 然後就產生一個一個病斑 或者是一個一個的灰點 那這種方式 有幾種處理方法 一種就是你噴藥 噴殺菌劑 把上面的蟲先殺掉 殺掉以後呢 然後它下一片葉子長出來 才不會有這種病斑 那不然這種型的病斑 就是因為那個疾病的關係 所以造成通常是蟲害 蟲害造成的 不過原種的蟲心有些非常的強大 就像這樣子 你看明明病得這麼嚴重 它還是長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很耐陽光 你可以看它葉子是只有部分的黃化 其實都長得還不錯 並沒有很明顯的那個被燒焦的感覺 因為這個很明顯 它是長時間已經被種到這裡 好幾年的狀況下 它已經整個趴到樹上去了 整個趴到樹上去 那中心點有一些些死掉 但是其實大部分都還好 都還好 你看它上面已經堆了很多那個 很多樹葉 表示它在這裡非常久的時間了 好 那這個應該就是 一顆很簡單 讓老天養的文心藍 非常非常的特別 那它已經長到環到這邊來了 非常非常大顆 這顆比較偏圓種一些些 等一下偏圓種一些 要等它開花以後 才知道它有沒有交配過 過一陣子如果開花的時候 我再來給大家拍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 它還是有死掉的有沒有看 這個就是死掉的 那它還是沿著 它會通常如果前牙死掉 它會從側牙長出側牙苗出來 這個是側牙苗 它從這個的肌部再長出來 所以每一個的文心藍有一個優點 它的前牙死掉它還可以從側牙長出來 所以它有兩個生長點 這兩個都是生長點之一 所以它比較特別 它比較像有些卡多利亞 你一個牙點死掉以後 那一個牙點就死掉了 或者是蝴蝶藍的話 如果你單一牙點 它的頂部的頂身牙死掉以後 它就必須要長側牙來做繁殖 但是文心藍它可以從兩邊的這一個 或是這一個旁邊長出側牙出來 所以它的繁殖方式是側面走的 比較特別一些些 那太多的時候就會很像蟲身的狀況下 你可以看它整個根部都咬成這樣子 非常非常的帥氣 長在整個大樹下 你看我們上面是一棵大樹 長在大樹下的一棵文心藍 OK 那我下一次如果等它過兩天開花的時候 我們再來看一下它的花的狀況 好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跟分享我們 那我們下次見 等它開花的時候我再拍給大家看 那 記得 如果最近 下雨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噴殺菌劑的話 先噴水 把水噴過一遍 它會減少那個 病害的機會 好 感謝你收看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